欢迎来到我们的巨星大排档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一位是相当的厉害 之前她被封为是海豚云公主 而且也是第一位踏上我们的Opera Show的这一位华人 说到这边大家都知道是谁了 她的English very good 你知道吗 这个对谈如流 而且去年也是开了很多场的演唱会 那当然今天我们也是忙里偷闲来到了鬼街 鬼街在北京真的是相当的有名 因为夜宵一条街嘛 是不是到了晚上十二点之后 没有地方可以吃饭 只有鬼街 但是我们这次大中午就来到了鬼街 而且是吃辣 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来自成都的川妹子 辣应该是不在话下 原来火锅了啊 烤鱼烤完了啊 荤鱼烤去了啊 葷菜素菜 一律二十八 哎 库底免费 哎 鱼丸小碗 豆腐 青菜 哎 这位 哎呦 这不是张张颖吗 对啊 这是太吵了吧 吃了吗 没有 你请客了 还没吃啊 来 你先点个菜吧 缩边鱼 小河虾 阳城湖 大闸蟹 铲嘴 牛蛙 枝味虾 飘儿鱼 全部都有 好不好 给你吃辣吗 吃辣 吃辣是吧 但是你看看 对不对 赶早不如赶巧啊 这个吃辣是 我们现在在北京呢 就是传统菜肴当中 最最最最 怎么说特别的了 好像来北京都要吃辣 对不对 这已经赶上成都了我跟你说 你是哪里人啊 我成都人啊 你就成都人啊 对啊 那你吃辣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绝对没问题 但听说最近就是 吃的比较清淡一点是不是 没关系 我今天可以放开一点 今天可以破戒 本来他已经戒色了 不是 不是 本来他已经戒肉了 但是今天为了我们节目好不好 对 我们进去好好地吃一顿 因为跟我家乡的口味也蛮接近的 所以我也顺便可以吃的过程当中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关于成都的一些好吃的东西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去吧 鬼街 里面有很多好吃的 并不是因为有很多鬼 所以别被这个名字给吓到了 越晚越热闹 越夜越火爆 是一般人对这条街的印象 到了北京一定要来这儿坐坐 体验一下鬼街的魅力 看到这个地方 观众朋友们一定是满头雾水 吃火锅就吃火锅嘛 为什么要上尴尬两个字呢 两个不是很熟的人一起吃火锅 是件很尴尬的事 尤其是上菜前 因为他们必须要说些话来打发时间 于是就出现了下面 四段冷到有点尴尬的对话 冷对话一 吃辣对身体的影响 我觉得吃辣应该是从 很多年以前的一个传统 因为南方比较潮湿嘛 吃辣是可以除湿的 对 比较身体的寒气比较重啊 吃辣就会对身体比较好 但是吃辣会不会火气很大 会啊 但其实北方比较干 所以吃辣的话可能需要搭上一些 像凉茶之类的 冷对话二 川菜辣不辣 其实我会觉得大家有一个误会 就觉得川菜好像仅仅就是辣的 但其实我要告诉大家 大多数的川菜都是不辣的 只是比较有名 大家觉得非常特色的东西 就是基本上是辣的 比如说有些什么是不辣的 冷对话三 四川人一早就吃辣 因为我有的时候去成都啊 我会发现那真的是 他们上午爬起来就开始吃 那个什么麻辣锅了 然后 也没有那么夸张 有 是豆浆油条 豆浆油条啊 对啊 油膏啊 还有一些粥啊 我有一次上午爬起来 想去买个早点什么的 就看到路边全是麻辣烫 你去错地方了 那夜宵还没收摊 冷对话四 那个东西到底是哪里的 万一会有一个就是吹三轮车 然后上面一个大龙头的一个 水大茶壶 这么大的一个茶壶 这不是北京吗 没有啊 成都也有啊 就是那种像藕粉之类的东西 这不是北京的吗 是吗 我觉得从小成都就有啊 终于上菜了 菜上齐了之后 两个人之间会不会有比较有趣的对话呢 今天呢 在这边就是吃麻辣锅跟蜡有关的 作为一个专业的歌手 应该平时也经常听很多跟蜡有关的歌曲吧 要我们吃一道菜 然后唱一首蜡的歌 蜡 嗯 第一首歌当然想到 蜡每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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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已经想出来了 那我也要想 你 你这本来是我想到的 没有啊 你一说出来 我觉得其实我突然之间就想到了 这首歌你知道吗 哇 我怎么会突然就想到蜡每次拉 还有什么歌蜡 你可以谐音吗 有一首我自己的歌 这是Demo吧 没有没有 这是歌词 是 有这样的歌词 然后我还有最新的歌 所以你现在的歌都是走拉的路线 走拉的路线 哇啦啦啦啦 下雨了 是不是也是辣 哇啦啦啦啦啦 天子爱下雨了 永远比你多几个辣 还有什么辣 啦啦啦啦 啦啦啦 嘿嘿嘿 哥拜 手啦 手 我的朋友 啦啦啦 啦啦 我喜欢你小朋友 还有什么辣 看着蟑螂 我不怕不怕辣 这个正宗的辣 对 我不怕不怕辣 有口音了 辣一天 对啊 辣一整天 辣一天 这是谁的歌 杨昆的 那有没有辣音的歌 嘿嘿嘿 还是很冷啊 不过比起第一阶段 等待上菜的时候 显然是热露了不少 相信观众朋友们 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应该是 这个辣味串烧鸡龙大赛 还会再继续唱下去吗 不好意思啊 还有什么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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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就只有啦 后面三个音色 没什么选择啊 好啦 吃饭了 先试试看这个藕片 已经煮久了 那最近赖影就是忙着 新专辑的宣传嘛 对 对不对 专辑今天有带的啊 是的 这个是专辑送给你的 是的 谢谢啦 新疆专辑的名字叫做 啦啦啦 我相信 我相信 因为刚刚听说 你新歌有就是啦啦啦的 刚是哪一首 是低嗨的一个 低嗨 那这个后面有十三十四首啊 还有 这个 这两个是作为 送给大家吧 两首影视歌曲 对 对对对对 木兰星是这个 电影的主题曲嘛 嗯 对不对 那最近也是应该 蛮喜欢运动的吧 最近可能少一点 就准备专辑的前 前一段时间 会有乐朋友出来 打打球 好啦 是的 我们继续吧 哈哈哈哈 可大便利 你说的一切 我的相信 你握着我的手 看着我的眼睛 我比谁都确定 你的心 嗯 嗯 嗯